坐在松德生態園區內 聽著優美的歌聲 彷彿一切煩惱憂愁都不見了 這是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和松友里長基建會合作 所建立的松德療癒森林 今天特別辦了一個親子活動 讓社區的民眾可以互相的交流 來這個地方呼吸分多精 那也希望信義區的朋友們 能夠珍惜這樣子一個綠化的地方 那在我們的社區 也可以隨時的推動綠化 然後讓社區的環境變得更好 不論是杜鵑花還是知名的花卉草藥 這片療癒森林 是特別讓松德院區內的病友使用 讓他們能夠獲得身心靈的舒緩 讓心情更愉悅 新義區公所特別跟聯合醫院 及禮辦公室合作 共同舉辦親子漫遊園遊會 開播大觀評新台北有線電視 也共襄盛舉 除了與在地里民熱情互動之外 也推廣關懷民眾健康的 Health Care健康保健室居家照護服務 市長的田園城市的一個政策 真的是凝聚社區情感的一個好的方式 烤香腸 客家麻糬 這些讓人垂顏三尺的美食 都是新義區公所與松油里 共同準備的 當然還有各局處的政策宣導 加上里內志工交流 城市農園的技術 讓整場活動充滿著自然氣息 也讓大家享受一個精彩 又健康的週休假日 台北大台北書類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 今年都議會的 渣 高層 高層 高層